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板栗表面的绒毛清洗干净 把板栗平饭准备好一个小刀 轻轻的画一个小可 不要切到板栗的果肉 板栗中加入清水 没过板栗 浸泡15分钟 使这个板栗充分吸水 这样炒出来板栗肉质才不会干硬 准备吸水 把板栗表面的水分洗干 锅中无水无油 倒入食盐 倒入板栗 开小火 灯着翻炒 让板栗受热均匀 板栗翻炒15分钟 炒至8分钟 开最小的小火 分批 撒入白糖 快速翻炒 翻炒均匀之后 火开大一点点 继续翻炒 继续翻炒10分钟 翻炒至这种焦黄色 几口关火 关火 把板栗的一口塞 按制作心 ить你 Gray 干我 等愿我们的孩子 健康快乐 我们的爸妈 一天天变老了 多陪陪他们 别让他们 准备 看我 大家好 我是小专家 弹草板底做好了 小村子试过很多种方法 这种银槽板裂是家庭做法中最紧张最方便的 大家不要觉得浪费了一袋盐 剩下的盐我们可以做银菊花生米 这种银槽板裂和外面卖的板裂味道基本上是一样的 银槽板裂最主要是注意一点 板裂给板裂花口的时候一定要花一个很小的口 不要三七果肉 这样盐才不会进入这个板裂中 这样槽的板裂味道才不咸 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是疑问的话 可以私信小村子 每天一道特色加藏菜及小吃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